挑选鱼缸,首先要看它的大小和形状,根据家里摆放的位置来确定大小,当然能大一点是最好的,装的水多,也更容易维持水质,而且鱼缸小的话,养的鱼也很有限。 至于形状,一般选择长方形的,很少选原鱼缸。 另外,还要注意材质以及厚度,超白玻璃和伏法玻璃比较好,玻璃有一定的厚度可以防止爆缸。 鱼缸,怎么挑选鱼缸,首先要看它的大小和形状,根据家里摆放的位置来确定大小,当然能大一点是最好的,装的水多,也更容易维持水质,而且鱼缸小的话,养的鱼也很有限。 至于形状,一般选择长方形的,很少选原鱼缸。 另外,还要注意材质以及厚度,超白玻璃和伏法玻璃比较好,玻璃有一定的厚度可以防止爆缸。 吸鱼缸如何开缸消毒?吸鱼缸想要开缸的话,一般需要消消毒,虽然很多人觉得不消毒也没问题,但保险起见,最好用高蒙酸钾溶液浸泡缸笔,三至四个小时后再将其排出,然后用清水洗上几遍,这样就完成消毒工作了。 羊水,鱼缸消毒后,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羊水了。 羊水分为两步,第一步是改善水质,第二步是培菌。 改善水质需要先困水,这样可以除去水中的鱼滤,同时还要过滤,将缸里的水过滤几遍,确保杂质被滤出。 培菌,培菌是羊水的最后一步,完成后就可以放鱼了。 准备好一些培菌的材料,比如生化棉,细菌和等等,将消化细菌培养原料倒入其中,然后关灯爆氧,等到水体浑浊又清澈后,消化系统就建立完成了。